今天我們要來聊聊什麼呢 嘿 我上一集去買了髮捲 那我相信大家會有很大的疑問 你為什麼不乾脆去美容院 把你頭髮弄捲就好了呢 我們今天就來講講這個 為什麼我不把頭髮去弄捲呢 嗨 我是羽翼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視頻來 如果你見識新同學還沒有訂閱的話 趕快點擊下方的訂閱 訂閱於我的頻道 那旁邊的鈴鐺不要忘了 你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資訊喔 那我們今天要講講的是什麼呢 嗨 直途你上次買了髮捲 那你為什麼不乾脆去美容院 把頭髮弄捲呢 這樣你想要捲 要多捲就有多捲呢 嘿 如果你是看我最早期三年前的影片的時候 會發現其實我的頭髮是捲的 非常非常的捲 但是為什麼後來我頭髮不捲呢 因為我的個子小的關係 所以我常常被當小學生 高中生 中學生 反正就是都是學生 有一次我進到美容院的時候 我說我要把我頭髮弄捲 然後那個設計師就回我一句 你們現在學校可以頭髮弄捲嗎 就是大概這樣子的情形 所以我去捲了兩次 到最後都被燙直了 不管換美容院啊或換設計師 因為我想嘗試不一樣的 搞不好會找到自己所喜歡的 所以我就會嘗試不一樣的人 的下場就是 我的頭髮都會被燙直了 即使我弄捲了 到最後還是會被燙直 因為他們連問都沒有問我 都把我直接當成學生來看待 所以即使我頭髮弄捲了 還是會被燙直 所以我就會打算花那個錢了 所以 拔捲的效果就是 壞處就是他要等很久 但是好處就是他不傷把子 那我現在在網路上 在MOMO又訂購了一個新東西 那這個新東西還沒寄過來 等寄過來的時候 再開箱跟大家講講 那那個東西我就先賣個關子 不講啦 那其實我的把設 現在算是還蠻布丁的 有綠色有黑色 還有這個很像橘 呃 棕色這種感覺的顏色 那也有一點微紅 在影片上面是看不到 其實有一點微紅那種感覺 那我買這個東西 也是為了想要解決一下 我的頭髮的問題 還有我的瀏海 我減快了 對 那就會解決這幾個問題 所以賣個關子吧 而且那個是捲的 可以解決我頭髮捲的問題 OK好 繼續賣關子 大家這樣子會就更期待 我到底購買了什麼東西 對不對 好我們再來說 今天我們的小幫手 為什麼會有這隻死滴騎 其實我還有一隻小的死滴騎在旁邊 那這隻是大一點中型的死滴騎 這隻是我的生日禮物 那未來的時間 他就會陪我們一起來拍片喔 那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死滴騎的人 所以我也收集了幾樣死滴騎的周邊商品 我們未來可能也拍一提來說 我到底拿到死滴騎的周邊商品 什麼東西呢 那他還可以另類的幫我打個馬賽克喔 如果我不想露臉的時候 這滴騎就可以遮住我的臉 然後就不會說 我臉圓圓喔 你看我這麼可愛 你敢說我臉圓圓嗎 這就是另類的馬賽克喔 如果你不想露臉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子喔 好今天影片就結束喔 如果有什麼更好的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方跟我講 那你覺得我捲巴比較好看的話 可以點加1 如果覺得 嗯 請蔡阿龍的賽可以點加2 或者是有其他點加3 然後並且跟我說 欸 是什麼東西呢 好 那今天影片就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我一個大大的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或者是社群網站 那我是每天禮拜一到禮拜五 6點30分準時發片 或是你可以關注一下我FP的粉絲團 跟我的蝦皮小布 各有不一樣的內容喔 FB的粉絲團總共有兩個 一個是有廣告版 一個是無廣告版的喔 如果你喜歡看一些聯盟行銷啦 或者是一些我在賣東西的一些商品的話 可以到語域之兔Youtube 那如果你不喜歡看這些廣告的話 可以到語域之兔 這兩個粉絲團 看看你的喜歡的程度是怎樣 然後去決定要看哪一個 粉絲團的內容 都可以的喔 好那今天就這樣 問問看完 下次用怎樣的影片 來記錄生活囉 那就這樣囉 掰掰